大多数人应该都对潘红非常熟悉吧 影视局中的他几年来多 扮演一些令人生怨的恶婆婆形象 但是他年轻时可是一位绝代家人 扮演的杜石娘 气质独特 卓尔不群 毫无烟花女子的乌者之气 而在女人Taxi女人 的他又是一个文书 的会被人欺负的植物学家 古风中的女人 他却又是一个破烂的潮补女大户 他塑造的这一个个角色 受到大众和业业人士的广泛认可 是世界上获得金鸡奖最多的女演员 身为天蝎座的他 天生就自带一种追求自我的秉性 在他十岁时 父亲因为历史原因 在被造反派凌辱后和要自杀 在他去给父亲收尸 尸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 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中学时 你们家庭成分不好 他被邀英语的张老师分配到了农场 虽然在农场 工作物质匮乏 任务很重 干活干得太累 那时候他心里也会按了 埋怨张老师 但是他同时也把这些经历都当做了自己人生的财富 为他之后的演艺道路 积累了丰富的阅历 而且就算是他功成名就之后 还是常念诗恩 经常给老师打电话 关心老师 后来他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 靠上了上海戏剧学院 毕业后顺理成章 毕被分配到了上影场 并且24岁时的作品苦恼人的笑 就让他得到了华表奖 并且还获得了把国看那的参展邀约 一举成名 然而在成名的同时 他也遇到了自己一生中的一个 姐 该片导演的老婆洪荣 怀疑他与自己的老公有不正当关系 大闹了上影场 当时的社会观念十分保守 他一个大姑娘 被人家要指责 几乎名声扫地 就在这个时候 本来和他没有什么交集的美工米家山 却主动对潘红表示自己相信他 住在困境中的潘红 被这个男人打动了 离开了自己上海的亲人 与身为高干子弟的米家山 在中秋节结了婚 去了米家山所在的俄影场 自小就失去父亲的潘红 其实骨子里 还是渴望有一个男人在背后拖着自己 嫁给大自己八岁的米家山 他本以为会被好好呵护 然而米家山却像个大男孩 反倒是潘红要照顾米家山多一些 但是米家山对潘红也是很好的 他甚至为了以后能更多的帮助潘红 去了北京电影十月的导演 西建修了两年 后来两人相互扶持 在事业上 他们越来越成功 米家山指导的温温的实境 获得了肥天奖 而潘红更是了不得 杜石娘和人道中年两部作品 让她获得了一次金鸡奖 和两次小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两人 长年每月都不能见面的牺牲之上的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米家山做出了对不起潘红的事情 而潘红一方面对丈夫的背叛感到失望 一方面也不想陷入到武警的情感纠葛中去 主动对米家山赢了离婚 多年之后 米家山还想要跟潘红和好 然而潘红向来不是会回头当人 再加上那时他已经有了新的爱人 所以终是覆水难收 并且前夫的背叛 还是让他对婚姻失去了信心 虽然他后来的那位代号 魏赛的男士很爱他 但是他一直没有跟他结婚 然而有意思的是 虽然他跟你家山离婚了 但是每年到中秋节 也就是两人的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还是遵循着老传统 互相记一张但愿的人长久 接力共缠军的字条 还互相攀比 那天谁打电话打得早 早打的人估计还要高兴老半天 再往后 随着年龄渐长 潘红也越发神秘起来 感情是我们外人更是无法得知 唯一能知晓的就是 他一直很后悔 当年没有生个孩子 每到演那种男主的妈妈之类的角色时 他有时会想演这些有什么劲呢 但是向来喜欢追求自我 人缘极好的他 应该也不会感到太过寂寞 而且多年以来 他一直在影鞋担任主席等职 更接连四届政协委员 可说是非常成功了 想来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吧 图片来自网络 未听本人时刻不得转转转转必究